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一巴掌扇飞了她 妻子怒不可遏 点名让我给男闺蜜道歉 否则就离婚 我当场撕掉结婚证 然后锁回一千万彩礼 撤回一个亿的投资 妻子傻眼了 哭着说我不是个男人 我心中冷笑 我可以不是男人 但前提是你们还可以当个人 明天就是我和苏柔婚礼 迎来送往了一天 我带着礼服回了婚房 苏柔说晚上陪闺蜜 没想到她在家 不过除了她之外 还有另一个人 从卧室的浴室 传来吹风机的声音 苏柔正在给一个 陌生男人吹头发 男人穿着我的新睡衣 原本是准备 明晚洞房时穿的 俩人含情默默 气氛已拟 我第一次在苏柔眼里 见到了温柔的色彩 这眼神我从来没见过 这还是那个 冷言冷语的女总裁 见了鬼了 我挑起眉头 新婚浅夜 给我抱了一个 这么大的雷 有点意思 吹干了头发 苏柔又带着男人 来了卧室的床上 他们没看见 我就站在客厅里 男人上了床 舒服得伸了得懒腰 苏柔往耳一笑 别乱动 我给你掏耳朵呢 乖一点 男人深情地握住了 苏柔的手 我不喜欢掏耳朵 你也不是不知道 给我安安头吧 苏柔乖巧地点点头 手指在她头上 抹撒起来 我拍下照片 直接给我老岳母 发了过去 然后我清了清嗓子 悄悄房门说道 二位 打扰一下 床上的俩人 吓了一跳 慌张地看着我 男人差点跳起来 见到我后 她眼神闪烁 带着细血的光芒 苏柔听到我的声音后 愣了一下 差点扑在男人的身上 男人一把搂住她 两人抱在一起 躺在床上 苏柔皱着没问道 明天就举办婚礼了 今天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应该陪你朋友吗 我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朋友陪完了呀 你不是说陪你闺蜜吗 男闺蜜 我没打扰你们好事吧 要不我走 苏柔抿了抿嘴角 脸色瞬间变了 陪子安 你在寒沙摄影谁呢 别乱说话 我笑了笑说道 我没乱说话呀 从浴室到床上 多和谐呀 苏柔十分生气 却又说不过我 另男人笑了笑说道 陪先生 你误会了 我是苏柔的朋友 今天刚下飞机回来 参加你们婚礼 我有洁癖 住不惯酒店 才住你家里的 你不问青红皂白 就说你的妻子 这样不合适吧 语气里带着责问 好像在替苏柔辩解 我把礼服丢在了床上 笑着说道 我的妻子 那怎么在你怀里呢 抱着感觉咋样 我还没抱过呢 俩人瞬间分开 表情也十分尴尬 男人忽然有些落寞地说道 陪先生 你说我可以 但你不能诬赖苏柔 我们俩清清白白 我找了把椅子坐下 笑着说道 我说啥了 啥也没说呀 你们倒是不说 但你们坐呀 男人委屈得 差点要哭了 苏柔站起身 皱着没说道 你能不能不要 无理取呢 我笑了笑说道 我无理取呢 想多了 咱俩现在还在 一个户口本上呢 或者你们勇敢点 告诉我你们是真爱 我这人心肠好 最愿意成全真爱了 反正婚礼也没举办 随时都可以取消 苏柔怒气冲冲 直接拉着我往客厅走 然后把卧室门关上了 我仔细打量了他几眼 发现衣衫还算整洁 我有些遗憾地说道 我这是回来早了 耽误你们好事了 苏柔深吸了一口气 裴子安 我不想跟你吵 有什么事 我们以后再说 她是我的发小 也是我的男闺蜜 刚从国外回来 参加咱们明天的婚礼 暂时没有地方住 今天先让她在家里住一晚 裴子安 你不要胡搅蛮缠了 我耸了耸肩膀 明白了 住家里是吧 没问题 你们随意 我说完就要往外走 苏柔拉住我 你去哪 我错愕地看着她 三个人一起 我可不行 苏柔忽然暴躁起来 她愤怒地喊道 裴子安 你能不这么阴阳怪气吗 你是疯了吗 我抽回胳膊冷笑道 咱俩到底谁疯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苏柔 别恶心我了 明天婚礼取消 我准备往外走 男人在卧室 已经把身上的睡衣换了下来 穿着西装的她 还有些小帅 小奶狗爱 人见人爱 她冲苏柔勉强一笑 委屈感十足 苏柔 我还是先走吧 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说完她转向我 裴先生 你真的误会我了 这是你的睡衣吧 还给你 她把睡衣往我手上送 在她松手之际 我往后退了一步 睡衣掉在了地上 丢垃圾桶里吧 别人用过的 我嫌脏 岳母此时匆匆赶来 见到眼前这一幕傻了眼 然后直接冲上前 打了苏柔一耳光 苏柔脸被打肿 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妈 岳母看都没看 那个男人一眼 回头对我说道 小培 你别生气 都是误会 江霍是柔弱朋友 他俩从小玩到大的 开个玩笑 也没个正行 妈在这里和你道歉 从小玩到大 玩到耳濒撕磨 拥抱上床 你们感情真好 见我不为所动 岳母继续劝道 小培 明天的婚礼 还得照常进行啊 你父母的遗愿 就是让你和柔弱在一起 你大人有大量 饶了他这一次 我眉头皱起 心里叹息 江霍此时对岳母说道 咦 你怎么能向他求情啊 哎 这是都怪我 没掌握好分寸 让你们为难了 岳母好像见惯了 他的心心作态 直接伸手道 江霍 你现在立刻离开 有多远滚多远 敢破坏他们俩的婚礼 你就滚回国外 谁也就不了你 江霍脸上一阵青红 又委屈地看向苏柔 苏柔刚想说话 岳母一个眼神扫了过去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别忘了 小培入骨的那一个意 苏柔满眼不干 然后让江霍去住酒店了 岳母带着苏柔回家 然后笑着说道 小培 明天就是你们大喜的日子了 咱们都顺顺利利 好完成你父母遗愿 我忽然想起 刚才江霍离开时 脸上那阴狠的表情 估计明天的婚礼现场 没有那么顺利 于是我淡淡地对他们说道 想要顺利完成 就按照流程正常往下走 别让那些暗眼的人出现 也别整别的幺蛾子 苏柔有些愤愤不平 却被岳母拉走了 我以为他们能听我的劝 但第二天我却被打脸了 在接亲环节出了问题 我带着豪华伴郎团 敲开了苏柔家的门 在床上见到了 穿着大红袖盒的苏柔 原本按照流程 说些温柔感人的话 我就会抱起苏柔 上车去酒店了 可这时 那个江霍带着几个伴娘 笑眯眯地来到我面前 让我喝了四杯秘质饮料 才能抱走苏柔 我一脸诧异地看着苏柔 意思是她 怎么还出现在这里 苏柔抿了抿嘴唇 尴尬地笑着说道 江霍是我最好的男闺蜜了 今天我这么幸福的时刻 她想来见证一下 我看着周围的亲朋好友 还有不少摄像机对着我们 心想先把正事办了 之后的是之后再算账 于是冷着脸举起一个茶杯 打开盖子 一眼而尽 噗 这一口给我咸的 喷出来不少黑色点点 我咬牙切齿地看着江霍说道 酱油 江霍一脸奸计得逞的样子说道 婚姻就是酸甜苦辣咸啊 你得先尝尽百味才知道爱情的味道啊 大家说对不对 众人开始叫好 我岳母脸色却阴沉起来 我面无表情地拿起第二个茶杯 打开盖子闻了闻 没有异味 于是喝了下去 哦 这次我实在没忍住 咽下去后咳嗽不已 鼻涕眼泪一大把 这个僵货竟然放了戒吗 到了这个时候 众人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这已经明显超出了游戏的范畴了 这是故意在捉弄人啊 我原本晕烫平整的西装 精致的领结上 被喷得星星点点 显然已经不适合在一会的典礼上穿了 苏柔也一脸震惊 显然不知道 江霍竟然准备了这么刺激的饮料 岳母在一旁拦着我说道 算了小陪 不喝了 直接带柔柔走吧 江霍却得意地笑了笑 有始有终啊 多喝干净呀 一点毅力和坚持都没有 怎么能给柔了幸福呀 她身后的伴娘团也开始起哄 我眯起眼睛拿起第三杯 打开盖子 看见里面有些发黄的液体 想都没想 直接泼在了江霍的脸上 江霍被泼了一脸 连忙用手擦拭 哦 你怎么 哦 恶心死我了 哦 苏柔却愤怒地说道 裴子安 你过分了 不喝就不喝 为什么泼江货脸上 我拿起杯子 大声说道 这是尿 我不泼他脸上 难道泼你脸上 游戏是这么玩的 苏柔 不是跟你说过 不让他来吗 而且按流程进行吗 你大脑当机了 苏柔有些心虚地说道 结婚 就要热热闹闹的才好 江货来闹 说明跟我关系好 你就大度一点 忍一忍 怎么还泼人呢 一旁的江货 赶紧冲进了洗手间 疯狂地用水清洗 我冷笑着 你不是有洁癖吗 这么一大杯尿 绝对让你终身难忘 苏柔似乎是看出来 我在生气 她敷衍道 反正你也没喝 江货就是和你开个玩笑 你还想咋地 岳母也在一旁劝解道 小裴 别生气 都是误会 婚礼还得进行 江货这玩笑开过了 回头我骂她 你现在立刻把苏柔抱走 要不典礼时间该延迟了 没等我开口 江货擦好了脸 委屈地说 苏柔 对不起 我没想到她会介意 都是我的错 你别跟她生气 既然她不高兴了 那我们走就是了 不能因为我们 搞她心里不痛快 江货的身影 显得有些落寞 苏柔那几个闺蜜 也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走什么走 苏柔同样也是 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你们都是我的闺蜜 谁都没权利让你们走 裴子安你快给江货道歉 否则我绝不原谅你 我耸了耸肩膀 见到江货那一脸得意的样子 似乎还有后招 于是我冷静地打开第四个茶杯 一股恶臭传来 里面的东西实在让我作呕 我直接一脚踢在江货的肚子上 她跪在地上的时候 我直接把碗里的东西 给她灌了进去 然后左右开弓 直接甩了两个耳光 全程下来只有几秒钟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擦了擦手 冷笑着说道 江货是吗 你还真是个贱啊 吃屎的味道怎么样 我回头又对苏柔说道 你猜猜第四杯里放的是啥 你拉的还是他拉的 你们可真恶心 玩游戏到这个尺度 谁还和你结婚 要不要脸 离婚 我直接从包里掏出结婚证 当着她的面撕掉了 听到我说要离婚的话 苏柔愣住了 岳母也愣住了 在场的所有亲友都傻眼了 岳母颤抖着说道 要是离婚 那一个亿 我冷笑道 我可以换成名币 别说一个亿 千亿 万亿都可以给你们 江货又冲进洗手间里 一边喝水 一边狂吐不止 看着她那狼狈的模样 我心里冷笑 我跟苏柔是相亲认识的 我爸妈和她家公司是合作关系 苏柔她妈前几年丧偶 自己苦苦支持一个企业 见我留学回国 接管企业 苏柔她妈就百般撮合我俩 我父母也对苏柔很满意 于是我们顺其自然地交往了 但是一年前 我父母因为意外去世 临死前还拉着我的手 让我和苏柔结婚 让我帮帮苏氏集团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婚礼 其实平心而论 我也是很欣赏苏柔的性格和能力 但仅限于欣赏 谈不上喜欢 更谈不上爱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的遗愿 单凭昨晚那档子事 我就肯定和苏柔说再见了 真正让我震惊的是 结婚前一晚 我的婚房里 竟然出现了苏柔的男闺蜜 我也没想到 结婚这一天 江货给我来了四杯见面礼 真够扯的 江货和苏柔 算是青梅竹马的男闺蜜 听苏柔说 两人从幼儿园开始 一直到高中都是同班 然后江货出国留学好几年 这次因为参加苏柔婚礼 才赶回来 但我总感觉 这俩人肯定有事 我首次结婚证的场面 让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傻眼了 尤其是当事人苏柔 她穿着大红袖盒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过了有好几秒 她才反应过来 然后怒道 裴子安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非嫁你不可 太欺负人了吧 你说离 好 我同意 苏柔 岳母突然立声叫住苏柔 你闭嘴 你看你们玩的游戏 放在谁身上不生气 岳母又走过来 一脸歉意地看着我 小裴 对不起 我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跟你道歉 咱们先按刘成 姬安亲办案一事 我再帮你骂她行吗 姜霍这时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 一脸的身无可恋 岳母又用恶狠狠的眼神 瞪了姜霍一眼 后者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 往苏柔身后躲了躲 更有意思的是苏柔 她几乎没有犹豫 就挡在了姜霍前面 岳母的脸色 当即变得铁青 她像是在强忍怒火 苏柔 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 苏柔紧披着唇 并没有说话 我冷笑了一声说 苏柔 今天的婚礼取消 我们跟双方的亲友说一声 今天这婚不结了 宴席照样吃 份子钱晚点挨个给他们退回去 苏柔不服地说道 你以为我喜欢你 你也就是有几个臭钱而已 离就离 谁稀罕啊 我耸了耸肩膀说道 没问题 别忘了财力一千万退回来 还有我注资的那一个亿 我需要申请冻结 你们苏氏集团少了资金 我看你们还能活多久 岳母脸色一变 苏氏集团最近遇到了难题 急需资金周转 如果没有我这一个亿 她的集团可能会破产倒闭 一旁的僵货 眼睛却眯了起来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苏柔有些色力内人 嘴上说不在乎 心里紧张得要死 其实我也知道 她能同意跟我结婚 也是因为她妈逼她的 这回好了 我们互不向欠 岳母一拍大腿十分懊悔 看着我那坚决的脸色 又看着苏柔迷茫的神色 她愤怒不已 直接走向江霍 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 岳母抬起手 就直接给了江霍一耳光 江霍眼里带着愤怒的光芒 但又瞬间委屈地躲在苏柔身后 苏柔怒道 妈 你为什么要打江霍 离婚就离婚呗 不就是一千万的彩礼 一个亿的投资吗 难道这钱能买我后半生的幸福吗 岳母被气得脸色通红 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 周围不少人都开始拿手机拍视频 江霍捂着脸说道 柔柔结婚 我和她的闺蜜们就是很高兴 想一起热闹热闹 没想给你们添麻烦 你真的误会了 我差点要气笑了 你们要高兴 所以在杯子里放尿放食 见货 食好吃吗 裴子安 苏柔高声叫了我的名字 你这话过分了 我冷笑了一下 这就过分了 江霍财真的是过分呢 嘴里过大份了 你们破坏了我婚礼的计划和流程 我找婚庆公司的钱 我今天的精神损失费都有你来出 小伙子 但愿你能拿得出来几百万 我又环视一圈苏柔的闺蜜 指着她们说一个都跑不了 听到我这么说 苏柔那几个闺蜜顿时就不乐意了 纷纷在那里 慢慢咧咧地说我玩不起 我完全不在意 有一个伴郎朋友是律师 他直接拿出笔记本电脑 开始算账 之后一笔笔付款记录和各种证据 都发给他们看 算到最后 律师朋友郑瑟说道 现在需要检验尿液和粪便属于谁的 见货先生要不要陪同一下 毕竟证据都在你身上 一听真要赔钱 而且高达上百万 闺蜜们一哄而散 跑能解决问题吗 苏柔那几个闺蜜 这回要么赔钱 要么成老赖 光是想想 就觉得解气 第二天 我接亲现场的视频 被发到了网上 瞬间登上了热搜榜 锦浩百亿霸总接亲 被逼吃时 锦浩锦浩新娘男闺蜜故意搅局 锦浩锦浩首次婚姻 只为男小三锦浩等等词条 推着苏柔和江霍上了风口浪尖 受到舆论影响 本就岌岌可危的苏氏集团 股价一跌再跌 然后 苏柔就发了一条状态 字里行间都在说江霍是他弟弟 俩人没有不正常的关系 说我小心眼 说我野蛮霸道 说我毁婚有错 让网友坐不住了 纷纷讽刺挖苦两个人 弟弟给姐夫喝尿吃屎 啥弟弟呀 这不是故意捣乱又是什么 你们姐弟的感情真好 他是真不想你嫁出去呀 姐弟情深 姐夫毁婚 好一出豪门狗血剧 苏柔这几天没有联系我 反倒是江霍这个见货要和我见面 我带好录音装备 做好万全准备 和他见了面 上来第一句话 江霍就让我大吃一惊 哥 你娶了苏柔吧 可以吗 你们别离婚了 我悄悄拨通了苏柔的电话 让他听听江霍到底在说些什么 江霍洋洋自得地说道 苏柔说你就是他的一只甜狗 这次想要离婚 只是迫于舆论压力 你还是爱他的对吗 我皱着没说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江霍见细细地说道 你拿出两个异彩礼 把钱给我 我让他同意和你在一起 本来我回国也是想破坏你俩的婚礼 然后娶了苏柔 拿到苏氏集团的 但是现在苏氏集团完了 苏柔也没有了利用价值 给我两个亿 我直接出国 再也不回来 我听完直接笑了 问他道 你俩不是青梅竹马吗 你俩不是互相喜欢吗 怎么说放弃就放弃 江霍冷哼一声道 沉枝骂烂骨子的事了 而且你也知道我有洁癖吧 苏柔都跟了你了 我怎么还会要他 开玩笑呢呀 我这里也不是垃圾回收站 说这话的时候 苏柔已经匆匆赶来 他惨白着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江霍 苏柔狼狈地说道 江霍 你这个大骗子 我真是看错了人了 江霍也脸色一变 然后装作无所谓地说道 你听到了 听到也没关系 我在国外这几年 见了不少大场面 比你年轻漂亮的杨妞有很多 但比你傻的还真没有 既然把话说开了 那我要苏氏集团的一半 本来也应该有我的份 你和妈不能瞧取好多都站了去 这一番话让我听得云里雾里 可是苏柔直接冲了上去 和江霍撕打在一起 俩人狼狈不堪 我却匆匆离去 又过了两天 在一家茶室里 我再次见到岳母和苏柔 这一次她没带着江霍 岳母陪着小新说道 小陪啊 消消气眉 这两天 我们苏氏集团 可是损失不少啊 如果你爸妈有在天之灵 我连忙摆手说道 打住 可被道德绑架了 我已经很用心地 按照他们的医院做事了 可这是错不在我 在苏柔 在那个见货 听到我提起江霍之后 岳母的脸色 明显变得十分厌恶 这让我感觉很奇怪 江霍长得一表人才 而且也不张扬 按理说 应该是中年女性 看着投缘的那种男生 不管是作为苏柔的男闺蜜 还是心上人 我觉得岳母都没理由 会讨厌她才是 我怀疑 这其中有什么 我不知道的理由 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 我准备找人去打听打听 正在我思考的时候 苏柔却忽然站起了身子 然后一脸落寞地 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子安 这次算我求你了 如果你撤资 包括把彩礼钱收走 苏氏集团肯定要完了 我也站起身说道 去找江霍吧 小伙子很优秀 我很看好她 她能让苏氏集团起死回生 我扯开苏柔抱着 我大腿的手接着说道 而且 苏女士请自重 我还是喜欢你之前高冷的样子 苏柔哭着说道 别离婚好吗 江霍就是一个骗子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老公 我错了 后悔有用 早干嘛去了 我直接挣脱了苏柔 然后回到公司 我直接找到法务 与苏氏集团对接之前的资金 然后又起诉了江霍 和那几个闺蜜 虽然本来我也没想顺利结婚 但你们搅局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处理完事情后 我坐车回了家 远远看到了苏柔的车停在了我家小区门口 等走近了一些 才看到苏柔和江霍正坐在车上 霍 这俩人又和好了 真奇葩呀 是苏柔觉得无法哄好我 还是江霍又给苏柔挂了什么迷魂汤 有点意思 裴子安 我刚要进小区 苏柔就突然叫住我 我回头一看 就见苏柔打开车门下来 她又不见了白天下跪求饶的神色 反而有些猙獰疯狂 她咬牙切齿地道 裴子安 我同意和你离婚 但你不能起诉我的朋友 为什么呢 一马是一马呀 我摊开双手说道 那天把账都算完了 但没人愿意赔钱 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 裴子安 你有必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吗 苏柔看起来特别生气的样子 不就是让你喝尿吃屎吗 而且你也没真喝 这事就算过去了 不行吗 不行 我一口拒绝 要我撤诉也简单 让他们把钱赔给我 我保证马上就撤诉 苏柔脸上带了蓝色 江货也从车里走了出来 她为难地说道 我这里还有大概几十万 要不我还是接受白二小姐的爱 入赘她家吧 她还能帮我们偿还一些债务 我不同意 苏柔脸上带着痛苦的神色 白二小姐都快五十岁了 你入赘她家 就是去遭罪了 这几年有好几个小鲜肉 被她折磨后自杀了 我可舍不得你 江货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但很快变了脸色 一脸愁苦地说道 哎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想让你们婚礼 更热闹一些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 苏柔一脸温柔地说道 没关系 我帮你还 不就是几百万吗 我这里还有一些私房钱 咱妈管不到的 听到这里 我眯起眼睛 咱妈 什么意思 他们两个恶狠狠地离开 我对着背影说道 苏女士 明天别忘了带好证件 民政局件 苏柔的身躯晃了晃 而我也更加好奇 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花点钱打探一下别人的家事 也是可以办到的 我找了一个调查事务所 对方承诺一周之内 告诉我答案 第二天 我直接来到民政局 却看见苏柔鼻青脸肿 像牛皮糖 黏着她的僵货也不见了 岳母骂骂咧咧地说道 本来就没有多少钱了 你还这么败家 打你一顿都是轻的了 你再敢联系僵货 我就把你锁起来 我歪着头无语道 阿姨 大清早的 演的啥戏呀 也没有观众 给谁看呢 岳母善善一笑道 苏柔不争气 竟然为了那个僵货还钱 幸亏我发现得早 你该起诉起诉 我们不会拦着 最好让僵货长点记性 苏柔却哭了 一反高冷的姿态 她跪在地上哭着说道 子安 你放过僵货吧 她也很可怜的 当年要不是 岳母直接捂住了她的嘴 对我说道 小裴 你俩离了婚 但咱们的生意 该做还得做 不能因为儿女情长 坏了赚钱的事 苏柔挣扎着站了起来 愤怒地喊道 钱钱钱 你这辈子就掉前眼里了 你就是没有感情的 冷血动物 我恨你 我恨这一家 苏柔哭着走进民政局 那姿态 好像遇到了渣男一样 就这样 在众人异样的眼神里 苏柔变成了我的前妻 我们的财产互不隶属 婚前的东西 她拿不走一丝一毫 离婚后 我松了一口气 然后等待着 我想看到的八卦消息 我真想知道 这个苏柔和江货 是个什么关系 几天后 我找的私人事务所的人 联系了我 我们在一家茶馆见了面 一切都要真相大白了 对方拿出不少资料 让我查看 边看还边在一旁解说 有苏柔小时候的照片 江货跟在身后 两个孩子天真无邪 有苏柔上中学的照片 江货跟在身后 但两人的眼里带着爱意 果然是青梅竹马呀 但是最重磅的资料来了 在一张老旧户籍信息上 户主是苏伟志 也就是苏柔他爸 下面是配偶 也就是苏柔他妈 再下面女儿 也就是是苏柔 可最下面一栏里写着杨子 名字赫然是江货 私家侦探点点头说 江货是苏家的养子 我感觉我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这是什么奇葩组合 听他的介绍 我终于知道了苏家的秘密 苏父和苏母生了苏柔 但是有一天 苏父又带回一个小男孩 说他无父无母挺可怜 在孤儿院领养的 一开始 苏母也很喜欢江货 可随着年纪的增长 江货和苏柔有了一些异样 青春期的少年少女 最容易擦出火花 所以高中的时候 这俩人早恋了 苏父苏母发现了这事 气得不行 强行让两个人分开 还带他们去看了心理医生 听说苏父还把江货抱打了一顿 之后把他送出了国 可就在国外 苏父因为意外离世了 江货一直也没回来 直到这次婚礼 我感觉有点恶心 虽然俩人没有血缘关系 但这段感情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私家侦探接着说道 其实俩人这些年也没断了联系 可以说彼此心中都难以割舍 我笑了笑 心想江货难以割舍的是 苏氏集团的钱吧 这事之后没两天 我去医院看望住院的朋友 还没走到朋友的病房 就突然听见了苏柔他妈的声音 给我滚出去 那间病房虚掩着 我从门缝里看到了苏柔 还有江货 不过苏母在病床上躺着 苏柔和江货则是站在一旁 两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苏柔正试图去拉他母的手 妈 您别生气 我决定还是和江货在一起 我们虽然是姐弟 但没有血缘 您就同意了吧 苏母气得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我看你是巴不得我早点死 你和谁结婚都行 除了她 江货撇着嘴 用可怜兮兮的语气说道 咦 您别生气了 是我的错 但我和苏柔是真心相爱的 求你成全我们吧 苏母捂着心脏 颤抖着说道 我眼不见心不烦 等我死了 你们爱做什么 就做什么 苏柔一见情况不对劲 连忙叫来了医生 苏母仍在疯狂地喊道 你们放心 我即便把苏氏集团都捐了 也不会给你们一分一毫的 两个畜生 医生全力救治中 江货还大声说道 咦 真爱会战胜一切 等你好起来 我们立刻就结婚 苏母一听这话 直接双眼一翻 晕了过去 苏母还是没抢救过来 最后离世了 可以说 有江货的功劳 之后的几天 苏母的丧事 一直没有操办 我也不清楚 苏柔都在忙些什么 一周后 苏母才被火化 在火化当天 我去了现场 苏柔一声搞素 面无表情 抱着她妈的一向 眼神忽明忽暗 可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竟然没看见江货的身影 苏柔见到我来了 她点了点头 眼中的情绪有些复杂 带着后悔 带着遗憾 我看不清 我给苏母鞠了宫 毕竟她虽然是快 但这几年 对我确实还算不错 仪式结束后 我和苏柔来到墓地 我问江货怎么没来 苏柔淡淡地说道 被抓了 我歪着头眼里带着疑问 苏柔眼泪流了出来 说出的第一句话 就让我十分震惊 我爸是被江货害死的 听着苏柔的哭诉 我陷入了沉思中 原来当年苏父送江货 去国外读书 江货一开始极力反抗 但没有效果 俩人来到国外后 在通行一座大桥时 江货把苏父推下了河中 苏柔这几天 安排人去了国外 费尽力气 找到了当年桥边的监控视频 这才证实了江货的罪行 然后报警把她抓走了 至于她为什么会怀疑 江货是杀人凶手 那是因为苏母的一封遗书 苏柔把这封遗书给我看了后 我更加震惊了 因为苏母早就怀疑 是江货害死的苏父 只是没有证据 而且江货身份特殊 苏母也舍不得让苏父死不瞑目 遗书里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柔柔 你爸当年很花心 忽然抱回个孩子 我怎么能不怀疑 于是偷偷做了亲子鉴定 江货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我长大了嘴 遗书滑落 这么大的瓜 我吃晚了呀 我嘴角有些抽搐 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柔说道 这么说 你和江货 其实是同父一母的姐弟 苏柔嘴唇颤抖 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说 苏母为了给老苏家留个男孩 对于苏母的死亡原因 也没追究 但也写在遗书里 让苏柔自己去查 而且苏母百般交代苏柔 绝对不能和江货结婚 那小子郎子野心 容易把苏氏集团吞了 我沉默了很久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苏柔忽然看向我 然后似乎有些后悔地说道 子安 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我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我的家庭情况很简单 接受不了太复杂的 抱歉 苏柔终于失声痛哭 好像全世界都离他而去了 半年后 江货因为故意杀人 被判处死刑 苏氏集团宣布破产 一年后 有人在某座山的庙里 见到了苏柔 他一脸平静 似乎接受了他的命运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